哈囉大家好,我是貝克蘇 最後來到愛情Q&A主題啦 今天是L小姐的來信 我是個大學生,等喜歡的人是在同個工作環境認識的 沒多久換了LINE,傳了訊息給我 之後我們就像好朋友一樣,不管上班還是LINE 都聊天聊得很熱絡,持續兩個多月 那兩個多月內,她又是請我幫她買東西 又是邀我陪她出去,要我做副駕駛座 有時候LINE回得很簡短 有時候已讀或是很久才會回 我很慌,開始匱乏,想自己是不是哪裡做不好 讓她討厭,開始沒自信 但也託朋友的福,我才沒那麼負面 後來那一年她生日,因為她家裡關係要離職 於是我就抱著離職,就再也看不到她的心情 送了禮物寫了信給她 信的內容有跟她告白寫到喜歡她 在她離職後,她還是有跟我傳LINE 但頻率減少非常多 不過還是鼓起勇氣問她有沒有看到信 她也回憶,但是她只把我當朋友 那時候我心情真的很糟 不過從那之後我們還是沒一段聯絡 不過LINE訊息就變成一開始 每天到後來可能一個禮拜回一次或已讀而已 前年三月,我認識了與她共同好友的女友 有一次一起練五十,她問我跟她的狀況 我跟她說我不清楚,被拒絕了算朋友吧 她就透露給我說,其實那年拿外套給我那時候 她有跟她朋友說她喜歡我,要怎麼告白怎麼追 但現在為什麼這樣,我也很錯愕,明明可以好好的 但是卻這樣,但在去年十月原本離職 她卻又回來我現在的工作地方 我非常開心,也知道自己心裡還是喜歡她 從她父子開始,我沒有開始聊得很熱絡 從十點半下班到家,開始聊到半夜兩點多 已經算是很了解對方的興趣思考,家裡狀況等等的情況 我車子壞掉時,她也有來載我,路上也聊了很多 某天我要出公開時,原本到火車站的路 我深夜回家小心安全,隔天也有問我到家時間 那時候我真的很開心,自己有被她放在心上 十二月的時候我們共同朋友就突然密我,因為我朋友知道我喜歡她 她也認識,問我還喜不喜歡,我回當然喜歡 她就建議我,那你就再勇敢一次,要嘛就成功,要嘛就失敗 不要留遺憾,後來我真的鼓起勇氣再跟她告白一次 我朋友幫我問她這次對我的感覺,她回答30% 我還是有點小失落,不過開心的是她接受了 她也說願意試試看,但因為沒教過,所以可能不知道該注意什麼 不過我們在一起大概四天而已,因為在第四天一起出去吃完飯時 我們出去散步,然後就開始聊起心事,不知道講到什麼 就講到感情,她就說她會接受是因為我告白兩次 她心軟了,怕我難受就接受,因為怕繼續下去 哪天會傷害到我,所以問我能不能維持朋友關係 我也知道強求的感情本來就不會長久,所以我同意了 從那天之後我們又恢復了她可能已讀我,或是很慢回訊息的日子 直到聖誕節那天,因為知道她家在哪 我多買了東西,腦袋撞到三班前就送了聖誕禮物給她 下班時問她有沒有嚇到,因為突然去,她也笑著嗆我 有啊,講說哪個智障在我家門口,到之後的一個禮拜我喝醉酒 不小心把自己還喜歡她,想跟她再試試看的信心傳達給她 我不行的把她壓力給她,於是她就開始之前的不堵狀態 後來問她終於就說她不知道該怎麼回我 我就跟她說沒關係,感情本來就不能強求,是我不經大腦 之後就又正常跟她互動,我之前有說過收我禮物 她會覺得有種壓力,但我不是為了給她壓力要給的 我只是出於你用的道,或是特定日子 我只願要送你,不求任何回報 再來是個習慣在朋友生日時送禮物的人 所以在她今年生日時,我送了首支的圍巾給她 我問她在不在家,但她回家人再不方便 不過我抱持著姑且儀式的心態去TMN關著也沒回 於是我就把禮物留在她車上,也有留LINE訊息給她 把不知道她的想法跟想讓她知道我的想法,還有弄清楚的問題跟她說 但是她都沒有讀也沒有回,她在回來這邊工作前就有說到 工作到今年過年前,在離職前幾天她都不怎麼跟我講話 我很難過,在她離職之後,聽我們跟同朋友說 她其實都有看到訊息,是用iPhone3D Touch來看側邊 不會顯示遺讀,她只是不知道怎麼回,不敢讀 也會跟她提到我的事情,於是在2月多我就去她家找她想跟她談談 但她不見我也不回,我那天剛好有帶家人給的糖 她想說不見我,就把糖放在車上留個訊息就走 但當我放完要離開時,她就出來問我怎麼了 我就跟她說,你是多麼不想看到我,她就也只說了沒有齁 我就問,為什麼都不回,她說我知道啊,我都有看到 所以我都知道,只是沒有讀而已,之後我就問,是很不想跟我講話嗎 她就說,沒有啦,只是因為我都知道你有一直穿就很煩 我就很難過的回答,只是你不回我才會一直穿啊 之後她收了我的糖,結果我趕快上班 從那天到現在就沒有什麼跟她見面,賴訊息也是 從那天到今天她都沒有吐,可是我到現在還是喜歡她 她對我來說是個特別的,我很少喜歡一個人可以持續一年多夜 因為她拒絕了幾個對我很好的人,朋友們都在說我值得更好的 但我實在沒辦法放棄她,到這個地步我是不是很難跟她重修就好了呢 我有去看背客出大家的影片,也努力不去匮乏 現在不會有她不回,我就難過我摘怪自己的心情 但就是會感嘆一個明明就可以好好的感情,就默默變成這樣 如果可以還真的希望有人可以指點我,或是能有期間讓我跟她可以慢慢的好起來 哈囉,L小姐你好,很感謝你的來信 我先說你不要以為是因為外貌什麼的,所以對方最後才這樣不理你 其實對方可能跟你單獨約會,甚至也會為你做一點什麼事情 其實以外貌來說,你已經過她的標準了 再來就是,你說你沒有匱乏 可是你跟對方的互動,從頭到尾都是匱乏 我知道因為你很愛,可是你愛的真的是這個人 還是只是你的想像 他實際上有真的為你特別做了什麼嗎? 看起來是沒有,而且他其實不是壞人 而是你在互動中自己去把對方越推越遠 我知道我這樣講有點狠 明明你就那麼努力了,為什麼還會越推越遠? 也許一開始你是真的有吸引到對方 但是你在真的投入這個感情的時候 你的互動模式導致對方慢慢的不喜歡 因為你給對方很大的壓力 你所有的行為準則變成 會因為對方的一舉移動去影響自己的情緒和行為 這相對的你就忽略了自己感受沒有個性 甚至用發脾氣來取得對方的注意 你要知道跟一個男生互動 你投資那麼多,那對方投資了多少 不管是時間、金錢、精神 他為你做了什麼 當對方感覺到你除了跟他在一起沒有什麼事情能做 隨覺隨到沒有自己的生活想法 他並不會覺得跟你在一起會讓他生活變得更好 反倒是會覺得你在吸取他什麼東西 很多人都以為男人會突然消失離開 是因為他不夠美或是他不想盯下來或是他是王咖 可是實際上很多情況是女生太無聊沒自己個性 他太匱乏給人壓力很大 太努力在討好男生 女生很負面很愛抱怨 他看起來太極了 而這些是讓男人消失的主因 因為男人一個人好好的 幹嘛讓自己進入一個關係讓自己壓力那麼大 我知道你愛得很認真 可是不需要愛成這樣 因為你把認真用錯地方了 而是說為對方做多少事情達到一個積分值 對方就會感激你、愛上你 而是你有沒有去把自己的生活個性、原則 把它去經營提升自己到一個程度 更了解自己到底要的是什麼 而不是被愛情穿昏了頭之下跟對方在一起 一個同情的在一起根本就只是浪費時間 對方真的不適合那就算了 沒必要一直去逼對方 不需要把自己壓這麼低 從你的描述對方也不是壞人 簡單來說就是他一開始被你吸引感覺不錯 但是相處一下子覺得不適合 所以沒有要進入關係 你說有挽救的餘地嗎? 我只能說很難啦 換一個會比較快 至於為什麼說你很匱乏 我就舉幾個例子 有時候LINE回的很簡短 甚至遺讀或是很久才會回 我很慌開始匱乏 想自己是不是哪裡做不好 讓他討厭開始沒自信 而他之前有說過 收我禮物他會覺得有種壓力 但我不是為了給他壓力要給的 我只是出於你用的到 或是特定日子 我自願要送你 不求任何回報 而我就很難過的回他 就是你不回我才會一直傳啊 你這三個例子都是要對方給你反應 以對方感受為主在互動 對方也明確的說了壓力很大了 你說你不求任何回報 但實際上你的做法是 快回應我 不准不回應我 男人絕對不會想要讓自己 進入一個讓自己壓力這麼大的關係 不管他有沒有經驗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思考一下 當你有出現這樣的狀態的時候 你就要想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子 不要只有因為愛啊 你可以想一下他真的有足夠好到 讓自己變這樣嗎? 會不會他其實也只有這個面向好 他也是有其他面向的缺點 讓你不會覺得對方跟你不是平等的狀態去思考 也不要因為一個對象放棄跟別的追求你的男生約會 你單身可以多去看看 假如其他也有點感覺 也可以去嘗試了解對方 因為搞不好另外一個你沒那麼注意的對象 其實是更適合你的對象 所以總結 其實你應該也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會讓對方慢慢遠離你 要去面對自己這些問題接受他、解決他 去克服他們 不是逃避說我就是這樣的人 每個人都會成長的 只要你有心都能成長 我希望這個影片可以讓你腦袋更清晰 假如有想要把你的故事做成影片 讓我幫你解答的朋友 可以私訊我粉絲專頁 我會挑選我覺得不錯的 之後問你願不願意讓我做成影片回你 那我們今天話題就來到這邊 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個喜歡加訂閱還有分享 不要忘了開啟小鈴鐺 可以收到我最新消息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哈囉我現在有線上課程服務 有興趣的朋友請不要錯過 可以點下面說明欄連結查看課程資訊 或是影片上面這個連結可以看到課程資訊 有想要免費收到我推薦的書 或是我想分享的私密內容 可以在下面說明欄點電子信箱連結訂閱 那感謝你的收看掰掰